第四百八十集 骷髅真人此言顿时激起了一众秦州真人的血性 那种被别人拿捏和威胁的憋屈感进去 你白骨真人能杀多少就一定呜得了破得去我秦州的气脉 就算破去又如何风雨飘摇东山再起又能如何 骷髅真人何必妄动无名呢 听白骨说完你再决断不迟啊 白骨真人叹息了一声 却仿佛对骷髅真人的话并不意外 怅然说道 三天 我白骨成 只要三天 三天 三天是什么意思 皱目睽睽之下 白骨真人回望了身后一眼说道 是我白骨将他们带出地下的 来到了秦州 有时要有中 当保他们周全 只要你们秦州真人 给我三天时间 让我们收拾妥当 我白骨成修士 自此退出秦州 白骨真人 质地有声的一句话 却是让众秦州真人恶然 不曾想他要的是这个条件 原本以为他已数千万生灵 白骨成所有的精英作为人质 要想要挟 要想要挟秦州真人退去 苟延残喘 以待时机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 如果只要三天退走时间的话 不觉之间 众人的目光 又飘到了骷髅真人的身上 但将他略一皱眉 沉声说道 说清楚点 退走 你们要退向何处 白骨真人常笑道 天下之大 何处不可去 这点 你骷髅真人 就不要管了 说着 他比出三根手指 继续说道 我只要三天 给我三天时间 我白骨真人再次立誓 白骨一脉 再不履秦州地界 若何 三天 秦州地界 白骨真人的话入耳 张凡略一动念 冷笑出声 笑话 这白骨真人 真是将别人 都当作是傻子不成啊 天下势大 可真要说起来 哪里可供他容身呢 只要是一个像样的地方 自有势力盘踞 既然他们白骨城 不是秦州修士的手脚 难道还想在其他处州 占得什么便宜不成 若是他启示说 不再屡九州之地 那多少还有点可信 或许 他是想在黄沙百草之地 十万大山深处 海外蛮荒之地 获得喘息之地界 繁衍生息一番 可是当他口中说出 秦州地界这四个字 却是多少给自己留了余地 也露出了破绽 勾结 白骨城和其他州的修士 一定有勾结 下意识的 张凡就联想到了这一点 若是白骨真人发誓赌咒 永远离开九州大地 或许众人还会相信他 可是他所说的乃是秦州 这就不能不让人心生联想了 这不摆明日是抱着幻想 还留有息迹吗 其他州的实力 或许不如秦州 但是失去了偷袭的可能 想要在其中硬生生地打出一块地盘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不是勾结又会是什么呢 比如雍良二州 比如所有跟秦州不对付的九州势力 他们是否会跟白骨真人有所图谋呢 换在之前的百年间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在那段时间里 秦州为白骨城势力所有 就仿佛一个磨判 让所有的窥视者不得不有所禁忌 不愿意陡然消耗实力 最后让恢复了元气的秦州三宗 去摘了一个手桃子 在这种制衡之下 白骨城由自可以在夹缝中生存 守住自己最后的生存之地 现在明显是秦州真人 显露真荣要灭此招食了 这一点想来在骷髅真人 手持修罗番 把白骨真人堵在城中的时候 他就已经明白了过来 到了这般地步 已经不是保护住自己最后的生存之地 保证自己的独立存在了 急需保住的是白骨城一脉的 修仙者的性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哪怕是寄人离下 甚至是为人前驱 只要能生存繁衍下去 白骨城一方的势力 也未必就不会接受 再联想到 白骨真人所提到的 三天的喘息要求 如何能让人不心生疑斗呢 那么答案只能是缓兵之计 其他的势力三天可以到达这里 能够到他们这般地步的 谁也不是傻子 张凡能够联想到 他们又如何想不到呢 三天 连三息也没有 骷髅真人听后 神色陡然阴沉了下来 爆喝出声 现在是宁杀错 也不能放过 若真是缓兵之际 三天之后 他出势力进驻白骨城 如一桥头堡 牢牢盯在秦州境内 如果再想拔除 那就难上加难了 煞世间 随着骷髅真人爆喝出声 天地间的气氛 陡然凝固了起来 置身其间 呼吸也显得分外的费力 老骷髅 你如果真的不留一点余地 那就莫怪本座 与时取分了 白骨真人面沉如水 一只恍若枯骨的手掌屈身 白骨城上笼罩所有的苍白光滑 亦是随之波动 他这般的做法 游自是抱着希望 希望能够峰回路转 如若不然 一句也不说 立刻就会放出后手 直接让白骨城中 数千万的凡人一起陪葬 可是问题是 正如他所说的 这是玉石俱焚的手段 白骨城中 除却秦州凡人之外 尚有近万的地下修仙者 若是连自己人 也一起牺牲掉 即便是他白骨真人 真的逃得性命 也是孤家寡人 千年的积累 付诸流水 不过是威胁 实乃是最后的通牒 在白骨真人 这般举动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却是没有人注意到 同一时间 张凡的眼中 漠然亮了起来 本以为 这次不过是当个看客 打扫一番 现在看来 却是还真有 登场亮相的必要 呼吸之声 陡然粗大 气流涌动 两道烟云 直入口鼻 赤 吐气开声 三指尖若沾星辰 轰然拍落 恰在星辰光辉的璀璨 引得众人 侧目之时 张凡大喝出声 奉祖师 助我 一臂 吃力 声音若惊雷 当空乍响 话音出口 张凡凝神俱气 不曾有半点分神 更是不曾看向 九天真人 凤九岭一眼 全部的精气神 凝于一掌之间 砰 一声闷响 气流震动 若一枚棋子 拍落天缘 刹那间 东黄钟声 响彻还语 无提声声 震动九天 白骨城上下 骤气风云 星辰棋盘 漠然浮现了出来 俨然天地为文称 对异乾坤 论道天下 笼罩整个白骨城 这一切 皆是发生在 顷刻之间 除却凤九岭 若有所悟之外 众皆茫然 不知道 张凡突然出手的用意 不过 这并不违背 骷髅真人的本意 他下意识地 做出了决断 杀 话音刚落 修罗番化作阴沉的煞气 汹涌而出 仿佛修罗厉鬼 插女妖魔 瞬间将错愕的白骨真人 笼入其间 此时 同样挥舞着其翻而上的 还有他的道理 一样是原英后期修为的老鬼婆 顿成以二敌一之事 其余的十几位秦州真人 也醒悟了过来 三四个人一组 分别寻上了白骨成一方的原英真人 修为相弱 法宝更胜 以众灵寡 一瞬间就占到了压倒性的优势 这个时候 张凡如落之天元的那只手掌 猛的一震 口中大喝 破 刘世间 星辉璀璀 星辰流转 无量的星辰之力 凝于一点 恍若三百六十五周天星辰的撕扯 轰鸣之声 响彻天地 哗啦 先是如同烈伯一般 仿佛那白骨屏障 抵挡不住周天星辰之力的爆发 玄机 轰鸣一声 毁灭之星辰光柱 冲天而起 割裂天地 星罗旗步 对异乾坤的奇景 几乎在同一时间 分崩离析 散去无踪 好像所有的力量 皆是凝成了一点 化作那一声轰鸣 那一道星辰光柱 但 这 还不够 白骨城上空的屏障 剧烈地震动着 却始终不破 好像有无尽之力 在支撑着 毁灭着星辰光柱下 依旧毅力 这一点 早在张凡的预料之中 白骨真人 堂堂的原因 后期真人 既不此手段 就不是他 轻易可破的 若非无此 也不会有 动手之前的 大鹤出声了 数字 耳敢 下在此时 白骨真人 怒吼出声 无边无尽 白苍苍的光辉 仿佛骤然爆发 刹那间 变洒四方 仿佛天上开了一个天窗 外围白骨世界 无量的白骨倾泻而下 堆满了这方天地 白骨神通欲 白花花的一片 森森然的鬼火 无数声 仿佛白骨堆积 互相挤压 重量压迫 最终断折的 鼓裂鼓碎之声 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这一瞬间 张凡恍若回到了百年前 他在堪堪要离开秦州 入得地下修仙界之前 在天柱山战场上 所见到的白骨神通欲 所造成的痕迹 当年的经验 亥然犹在眼前 此时 却已经站在同一个战场上 互相争斗了 这种际遇之奇 命运之怪的想法 瞬间被张凡驱逐出了脑海 漠然回首望去 只见得眼前一片漆黑的火焰燃烧 呼啸而过 直冲白骨尘而去 九天真人 凤九岭 他果然没有辜负张凡的希望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适时地出手了 凌空而立 狂风呼啸中 衣袖翻飞 凤九岭仿佛置身疯眼 他的身后一个遍布黑色火焰的妖琴形象 缓缓清晰 威慑八方 黑炎朵朵如黑莲 狂风灭世 焚烧一切 再造清天 凤九岭的法相 黑炎的源头 一头各方面 皆与传说中的神鸟 凤凰 一般无二的 黑炎妖琴 出现在 所有人的面前 横绝了这方天地 黑炎凤凰 黑炎凤凤凤之别墅 若说凤凰代表的是正大 是光明 是仁义 理智信 是生 那黑炎凤凰 就是他的反面 他是黑暗 是寂灭 是焚尽天地 还我朗朗乾坤 再造清天 盛世的叛逆 张凡还是第一次 见到凤九岭的法相 不曾想 竟然是黑炎凤凰 这样恐怖的太古妖兽 无论是黑炎凤凰 还是真正的凤凰 都是天生强大到了极点 甚至终生无法化形 不入妖神之数 更不是后世的那些 所谓的神兽 能够比拟的 近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凤九岭之法相 至少与竹九霄的竹笼相入 远远胜过青鸾 朱雀等法相 此时 黑炎凤凰一声奉鸣 骄傲到了极点的 舒展了一下身姿 熊熊燃烧的黑炎 一收一缩之间 似可听得空间的身影 恍若天地 都要为这恐怖的 蔑世黑炎所烧穿 长长的围雨一扫 便是滔天的黑炎 煞时间黑炎如地狱 呼啸而过 离体的火焰 在无形的灵性和意识之下 游字化作凤行 合身一扑 顷刻间跨越无数距离 轰入到了星辰光柱之中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星辰微能 黑炎灭世 两者合一 化作了一声洞穿天地的巨响 撼动了整个天地 在这惊天动地的微能之下 气浪滚滚而出 整个天地 似乎都要为之轻浮 目之所及 所有一切一概扭曲 未高温 也未毁灭 这一下就仿佛波云渐日了 白骨城上方的屏障消失不见 白骨城墙上的俘虏图案 也犹如耗尽了气力一般 漠然按了下来 当其时 白骨镇人怒不可遏 伸出手掌再不犹豫 骤然捏紧 当其时 城中喧嚣哭喊之声 直如炼狱 仿佛要把整个天地掀翻 当其时 数声惨叫 数声轰鸣 在白骨城上空处爆发了出来 原鹰真人的陨落 在这一刹那 也显得那么的不起眼 大地连环震动 平原乍现起伏 仿佛天宫造化 改天换地 平原换作山巒 狂风骤然止歇 空气已为之凝结 犹如天灾地变之前 最为压抑的瞬间 眼看着 随着白骨真人疯狂的举动 数千万人口 近万名修仙者 就要为之葬身于天地间 化作污血和怨魂 破坏秦州的气脉了 恰在此时 在所有人的目视之下 碧日遮天 遗袖乾坤 哄哄哄 漫天的灵气被碾压破碎 只有一只衣袖 一片黑暗 笼罩天地 秀李乾坤 张帆得到秀李乾坤神通 也有数十年之久了 多是对单独一人 偶尔对没有生命的死物 这还是第一次 以只笼罩数千万人 妄图一袖 竭尽装置 小子 你疯了 苦道人也不由地惊呼出声 不敢相信 向来谋定而厚动的张帆 有如此疯狂的举动 当其时 所有人的声音 无论是人声 还是自然间的咆哮 在张帆的耳中 竟变成了虚妄 有的只是沉宁 以及对秀李乾坤 大神通的绝对自信 秀李乾坤 没有人比他更明白 这个神通有多么的恐怖 有多么的强大 即便是他所学不经 哪怕是限于修为 施展出来 也当远远超出 众人的想象力 只要刹那绽放 绝对有精士的方华 河 无意识的吐气开声 那一袖掠空 若长江大河 裹挟大地流沙 俨然万钧之势 横扫天地之威 恍惚间 似心有所愿 天地一颗庄的下 轰鸣之声达到了顶点 巨响 只可洞穿天地 威势最盛之时 裹挟整个白骨城 于一袖之中的刹那 所有的声音 仿佛盛极而衰 简不可闻 无尽的静谧之中 大片的黑暗 若惊奇招展抹过的刹那 天地也为之失声 空中十余名猿鹰真人 还有城内数千万圣灵 奇奇 木凳 口呆